中德欧领导人视频会晤 中欧意识形态分歧是长期的 双方在这方面磕磕碰碰 实际上形成了管控这些分歧的诸多默契 经贸摩擦是扩大合作的半生物 不断解决它们 是双方共同致力于的方向 中欧投资协定处于紧锣密鼓的谈判当中 一旦它能在今后最终达成 将是对各种议论和杂音的最好回应 中欧都是多边主义的倡导者 北京对欧洲加强战略自主性没有意见 其涉及中国的部分完全可以协调 而华盛顿则是欧洲这种独立性的强烈反对者 它要的是欧洲的顺从和配合 长久习惯美国的霸权 中国人在中欧关系上一定要有定理 不要被美国唱衰这一关系带来节奏 更不要被那类声音的合唱下主 从全局上看 欧洲发出一些可以被解释为对华强硬的声音 出了真实的态度 还有一些是他们需要在西方随着大流 另外包括他们想向中国要价的表演 欧洲对华强硬是有战略限度的 中国从没有想利用自己的实力增长 在政治制度上影响欧洲改造欧洲 同样 欧洲改造中国的兴趣也不可能是无限的 不会被放到欧洲自身发展力之上 中欧没有严重地缘政治冲突 所以欧洲对华意识形态施压 从本质上说属于一份闲心 与美国想把意识形态问题 告成对华战略打压的主战场 其内在动力毕竟是不同的 我们相信中欧合作将继续往前走 这不以部分欧洲对美死中怕的意志为转移 当然与此同时 中国社会也要习惯中欧关系不断呈现出新的复杂性 不被一些浅层的冲突所迷惑 也要对双方深层的博弈 保持耐心有容奶大 这注定是中欧双方的共同选择